它这个酱是副盆子的酱 然后里面是草莓 大家好 这里张鱼飞 不是张鱼飞 先问你们问题 你们冬天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 是草莓 还是车梨子 我最喜欢吃的冬天水果 是草莓 因为草莓可以一整颗推下去 不需要兔子 我今天就是要去买 Cyco的新出的一个草莓三明治 我真的太喜欢吃草莓了 所以说今天我必须吃上 这些插画是我一个朋友画的 你知道吗 它是一个我关注的 比较小众的一个宝藏漫画家 它画的都超好看 真的 你好你好 可以可以可以 怎么样 我一直刷到你 可以可以 拜拜 它那个橘子的卖完了 所以只有草莓的了 拿两个吧 买的不多 一点点一点点 平常的话我都会在这边做的吃 今天我就回家吃吧 因为最近疫情蛮严重的 所以我就回家了 我们家里见吧 开松 真是久违的在家里面录视频你知道吗 我买了还蛮多的 不是不是买来真挺多的我发现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卖了拉鲜面包 一颗栗子 豆乳大骨 橙香奶酪 草莓三明治 芋泥乳酪三明治 芋泥乳酪三明治 鸡胸肉三明治 我再搭配它 我还泡了杯茶 这个杯子也是SYCO送给我的 蛮应景的 我之前有做过准备工作啊 它这个酱是副本子的酱 然后里面是草莓 我一咬 这杯奶油直接挤出来 酸酸甜甜 因为这个蛋糕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说 它是有点冰冰的 甚至能吃到有点冰渣的口感 感觉这个草莓上面的这些奶油 有点像冰面包里面的奶油 但是它这个草莓比较一般 绝对没有在网上买了个 丹东大草莓好吃 真的 丹东大草莓 YYDS 希望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丹东吃草莓 真的 丹东草莓太好吃了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说更加好吃一点 因为它冻得很新 奶油实实的口感 搭配了这个非常柔软的面包 会更加好吃一点 还可以 但它不便宜 它费22块一个 我觉得还蛮贵的 这个叫做红薯斑鱼 它像一颗栗子一样 是不是 蜜椒 估计是一半是栗子 一半是那个红薯 这个牛好吃 其实我以前不喜欢吃碱水包的 但我自从某一次 我吃到了某家的手桌碱水 哇真的牛好吃 这个碱水包的外皮也非常的有嚼劲 有韧性 很细腻的口感 然后嚼到这个芝麻以后更加鲜 不应该吃芝麻的鲜味 因为今天天还蛮冷的 我家妈都睡觉 你们看 你怎么这么吵 我担心吃腻 我还买了个咸的 买了这个鸡肉三明治 哇它里面线量好多 好多啊 有 三秒三秒 好吃 好吃 好鲜啊 这个鸡肉 好鲜啊 而且一点不够柴 这个鸡肉 而且一点不够柴 这个鸡肉 很鲜 一边是胡萝卜 一边是生菜 然后中间夹到了一片西红柿 就是这个鸡肉的分量 有点少 说实话 两口没有了 健身人士的自然 说你健身 因为杭州疫情最近有点严重 导致我经常去那健身房的关门 在杭州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安全 戴好口罩 想不到我 我吃的还蛮多儿子的 因为这些还蛮顶的你们知道吗 我自己可能吃不了这么多 剩下的话 我就半个半个吃就好了 这个豆乳大果 我买过 因为我是觉得很好吃 所以我才今天特地就买了 我安邻给你们 这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 真的太好吃 这个甜度是我觉得 刚刚好那个甜度 然后其中回答了 有个豆乳的香味 我很不喜欢买豆乳包的 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我每次饭吃好以后 我发现那边有个豆乳包 我都可以把它吃掉 尽管说我吃的很饱 我都会忍不住去吃它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不好的行为 没忍住 一会儿是整个吃掉的 太逆朵了 这个是浴室红豆包 我就吃半个就好了 我就不吃一整个了 你看 满满的红豆 这个的红豆现在就会比较干 甜度适中 而且面包的外皮非常柔软 这是土石中带的一丝美味 这是我喜欢的面包的共性 再半个就有风格吃 它吃着这个吧 它很劲 它上面就盖了一块的橙子 它里面都乳酪 它里面乳酪是吃起来有点咸咸的 感觉是有点海盐的风味 一口把这个橙子也咬下一块 越咀嚼那股橙子的香味就愈加的浓烈 我忍住不能再吃了 咱今天吃的那个草莓的三明治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味道是ok的 就是有点像三明治版本的冰面包的感觉 如果说大家喜欢吃草莓的 我觉得可冲 还有个橙子味的话我没有买到 如果大家吃到的话 可以告诉我一下味道 好吃的话 我到时候我带自己去买来吃 事实上这些我就留给风哥吃了 希望风哥能吃的开心 今天风哥当晚的话 又可以省一定晚上一起 当我的室友真的太幸福了 你们有没有人要来当我的室友 嗯 然后那么就是本期视频的CNN了 感谢各位收看这里 看得开 记得给小张点播关注 还有点赞投币加收藏 点赞真的对我超级重要 好吧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